好天氣加上疫情趨緩 景點都是人 本土確診跌破四萬例 只有新北 臺中和高雄超過五千 不過死亡個案還是維持三位數 並沒個案年紀大的佔多數 但有一位才三十多歲 已經打過三劑疫苗 本身有神經系統疾病 確診後立刻投藥 症狀還是沒好轉 就治九天 不幸病時 擔心小朋友保護力不夠 縮短疫苗間隔 加快接種 但有十一歲女童打過一劑疫苗 確診後不但全身紅疹 還高燒超過四十度 送急診發現血壓偏低 和發炎指數升高 診斷為MISS C 女童病況沒再惡化 也已經康復出院 不過美國研究觀察 Omicron大流行 兒童感染機率增加五倍 除了注意腦炎 MISS C還要預防引發中風 新冠病毒不只攻擊肺部 最怕影響中疏神經 臺大醫師呂俊毅也表示 避免重症風險接種疫苗 還是力大於弊 三立新聞 王成偉 曾家宣 台北報導